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調查員麗俊 夏天已經到了,很多街坊都要穩尋各種降溫防暑的工具,令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適 但必不可小的一定要數兩隻,因為在睡覺當中我們是必備的神器 但也有很多困惑存在家長身上,因為到底這個嬰兒是否可以睡兩隻呢? 最近這個禮灣區的陳小姐打電話跟我們說,她剛剛滿一周歲的嬰兒就出現了很多輻射和腸胃不適的症狀 因為睡了兩隻,到底這個嬰兒可不可以睡兩隻呢? 鋪上兩隻就為了給嬰兒提供一個舒適的睡眠環境,令嬰兒睡覺遠離滿熱 然而這個嬰兒她不知道應不應該鋪冷,不知道各位家長又怎麼看呢? 夏天有沒有給小朋友吃糧食? 會有啊,如果上面又墊一層被,在夏天的時候會不會讓小朋友吃糧食? 會,會啊,會啊 很少讓她吃糧食的,你小孩子太小了,很丁的 今天會,什麼時候會糧食? 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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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晚上這麼小,那個醫生說那個被劑比較受涼 經過我們剛才的調查街坊可以發現,很多家長都眾說方能各執一詞各有各的道理 當然有三成的家長都會認為,其實嬰兒子適合睡梁隻是沒有問題的 但其餘大部分的這個家長都會認為,其實嬰兒子不適合睡梁隻的 因為梁隻太良,而嬰兒子的抵抗力也太弱了 很容易造成她的身體不適、感冒和發燒等症狀 那到底這個嬰兒子會不會睡梁隻呢?我們立即去調查一下 因為我們皮膚有一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有這個,一個是散熱功能 一個是調節起溫的作用 如果涼時它太涼的話,空腔溫度太低,涼時的溫度它應該跟十年溫度是一致的 這樣的話,它就可以引起我們皮膚的散熱功能過快 過快的話,尤其對面,那些低了低下的小孩裡容易感冒 醫生說了,如果梁隻太良,是會導致嬰兒感冒 那我們先來看看,現在市面上都有哪些的梁隻 哪些的梁隻也是不適合嬰兒睡的 大熱天,我們酒房超市,街市和商店 形形色色的梁隻,成為當下最熱燒的格局用品 不同款式,不同材質,不同價格的梁隻,令人眼花瞭亂 經過一輪的調查,我們大致總結出 現在市面上出售的梁隻,大概是五個類別 分別是草隻,竹隻,阿麻隻,牛皮隻,以及藤隻 無論是哪種梁隻,它們塗的就是它的梁塊 而調查哪種梁隻最梁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梁隻之所以梁它的原理 這個梁隻,我們睡上去感覺到比較梁塊 原因就是,我們主要取別於這個梁隻的材質是甚麼 當我們睡上去的時候,我們人體的熱量就會傳遞給梁隻 比熱帶的話,傳遞熱量的速度會比較慢一些 一直就會感到比較梁塊一些 一般來說,正常小兒的基礎體溫是36.9-37.5攝氏度 成年人正常的體溫是36攝氏度到37攝氏度左右 小BB的體溫比成年人的體溫稍高 BB的體表面積相對於體重比成年人要大 所以BB的身體容易散熱 當外界溫度降低,如果沒有保暖,牠們會比成人更加怕懂 雖然我們分量值,圖的就是牠的量 但對於生長快育上未完成的BB來說 那量值的量是否會對牠們的身體有影響 我們馬上用實驗來求證一下 好的,我們在專家建議之下 我們已經在市場上買了三種不同的量值 分別有竹隻、草隻和藤隻 他們已經放在我面前 沙拉會做這個 看看三種不同的量值 他們的散熱性能以及量性的功能如何 我們今天實驗的目的就是 看看三種量值,哪種量值散熱最快 我們先在常溫下進行第一行的實驗 為了獲得準確的實驗數據 我們將三種量值以次打開鋪瓶之後 等它靜止十分鐘 以保證每張量值都在同等條件之下進行測試 當然,如果說到導熱性能 我們要發熱體 發熱體一定是我們的暖水袋 我們準備了三種暖水袋 首先,我們在實驗的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測試現在是三個暖水袋的溫度 看看是否同樣 同樣之下,我們再放進這個量值裡面 然後再進行另一個測試 我們剛才用這個溫度已經測試了 它們都在43度左右相同的溫度之下 三個相同溫度的暖水袋 以次放在不同的量值裡面 到底哪種量值生液會比較快呢 好了,十分鐘後 我們先看看十分鐘之後 這個暖水袋的溫度變化 先看看竹籽暖水袋的溫度變化 就是有這個30.8攝氏度 即是比原來的43度是低 差不多13度這個溫度 然後看看這邊的草籽 好,這邊的溫度就是41度 也跟之前的溫度沒有太大變化 只是低了2度 好了,現在看到騰石是38度 比23度低了5度 總結一下,十分鐘後 其實就是竹籽的溫度變化比較大 好,我們稍後就會在15分鐘和20分鐘 和30分鐘這三個時間的摺點上面 再看看暖水袋的溫度變化 到底是怎樣 30分鐘過去了 我們將實驗數據記錄了下來 放在竹籽暖水袋 溫度變化分別是15分鐘 26攝氏度 20分鐘是23攝氏度 到了第三十分鐘已經降到20.4攝氏度 放在草籽的暖水袋 溫度變化分別是40攝氏度 38.4攝氏度 和36.9攝氏度 放在騰石的暖水袋 溫度變化分別是36.1攝氏度 34.4攝氏度 和33.4攝氏度 溫度從大到小 二次是竹籽、藤籽和草籽 從曲線圖我們可以看到 果在草籽裡面的暖水袋 在第30分鐘才開始慢慢散熱 直至接近人體正常的體溫 而藤籽在第15分鐘 接近人體正常的體溫 竹籽的散熱性是最好的 而在第15分鐘就降到26攝氏度 經過我們剛才第一輪的實驗 可以得出的結果 就是竹籽的散熱性比較好些 為了嚴謹性我們再做第二個實驗 就是在這個空調底下 我們剛才第一個實驗在常溫之下 接來就是在空調底下 我們會將空調調到26度 沒有這個BB仔 在這個空調房裡面 睡兩隻的這個情況 再看看我們這個暖水 的溫度變化到底是怎樣 示範前我現在先將這個空調調到26度 好了 我現在已經將這個空調溫度調到26度 接來立即做這個實驗 同樣先將這三款的實驗兩隻 依次打開鋪瓶之後 等它靜止10分鐘 等它保證每張兩隻都在同等條件之下進行測試 三個相同溫度為45攝氏度的暖水袋 依次放在不同的兩隻那裡 30分鐘之後分別測試每個暖水袋的降溫情況 好 好 接著這個時間就已經過了30分鐘 在空調底下 看看這三個的兩隻這個煞熱性能 令到這個暖水袋的溫度 看看有什麼變化 先看看這個竹隻 現在看到竹隻包裹的暖水袋的溫度是18度 草籽的溫度是35度 比原本的溫度低了10度 再看看這個藤籽 藤籽的溫度是32度 比原本的溫度低了13度 在同一個時間裏面 我們亦都會在不同的時段 記錄溫度變化的數據 由於這次實驗的室內溫度調至26攝氏度 所以我們放在三中兩隻入面的暖水袋 溫度變化會比在常溫之下要大 溫測變化從大到小 以至是竹隻、藤隻和草隻 況且在草隻和藤隻的暖水袋 在30分鐘之內的溫度變化 都是趨於穩定的狀態 即使在室溫為26攝氏度的環境下 草籽和藤隻的溫度基本上都是30多度之間 而放在竹隻的暖水袋 在第15分鐘就已經降到26攝氏度 而到了第20分鐘就更加降到20攝氏度以下 這個溫度已經開始慢慢令人體感覺到冷了 通過我們兩次的實驗 在常溫和開了空調的溫度下 其實散熱性最好就是這個竹隻 到底是甚麼原理令竹隻的散熱性這麼好呢 我們接來有請我們的廣州大學物理實驗老師 江老師替你解答一下 因為剛才說的這個竹 它的比熱是比較高一點的 在這三種材料裡面算是最高的 這個藤隻是刺枝 這個就低一點 當我們將這三個材料處 在同一個室溫或者是常溫下面的時候 如果人體的溫度和室溫的溫度相差得越大 我們就感覺越來越涼爽了 竹隻使用的材料主要為竹片 草隻使用的是燈芯草、蒲草、馬蘭草等偏織而繩 而藤隻則為藤皮 硬色的實驗當中用到的熱水瓶 我們可以想像成是我們寶寶的體溫 而熱水瓶包裹在兩隻裡面 令到它緩慢升溫的過程 正好模擬我們每晚睡覺之前的狀態 假如我們在房間裡面的溫度控制26C度 寶寶的溫度為36C度 在人體和涼隻接觸之後 涼隻表面的溫度將會緩慢回升 直肢和身體一致 從實驗結果來看 竹隻吸收熱量最快 所以從剛剛躺下到入睡的這段時間裡 竹隻是最涼快的 而溫度開始慢慢低於人體的體溫 所以說這個竹隻是最涼的 換言之是否寶寶可以睡藤隻和草隻 而竹隻就不可以睡呢 寶寶睡涼洗 我覺得睡應該也是可以睡的 但就是你實驗溫度比較實重的 如果你沒有空調 實驗溫度比較高 它出汗比較多 反而涼洗它就不吸汗 就讓它保持那個感冒 只要容易感冒 容易找小孩的嬰兒試症 尿部皮炎這些 容易找這些 醫生都說 只要選到適合和正確的糧隻 其實夏天寶寶可以睡兩隻 作為家長 應該怎樣選擇適合的這個糧隻 給寶寶睡呢 在糧隻質地的選擇上 專家自出 小朋友更加適合用草隻 藤隻或者阿麻症 因為這些糧質質地比較柔軟 涼度飾染 對兒童的皮膚磨擦損傷少 並且可以最大限度 減少嬰兒輻射的發生 第一 草隻適應到三顆星 優點是採用燈芯草 蒲草等偏殖而成 材質柔軟也不會太涼 缺點是部分BB對草隻過敏 需要過敏時的BB 需要慎重選擇 第二 阿麻隻適合到四顆星 優點是阿麻是天然的速纖維 具備優良的透氣性 吸濕性和排濕性 量度適中 缺點是阿麻隻也會有毛澤感 令人整身發養 對BB的皮膚不太好 三 竹籤為正 適合到五顆星 優點是 它用的原料全都是取紫身足 不含任何的法學添加劑 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環保糧質 其質地柔軟 手感較軟 適合BB使用 但這種量值的價格就會稍為貴一點 夏天的時候 若然BB真的要睡量值的話 記得在量值上面鋪一層面布 然後要幫BB穿上一件小背心 和肚皮上面蓋上一張皮 以防凍傷 也引致到腹瀉等等的疾病 還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夏天的時候 若然室溫要保持在26度左右 這樣才是BB最適合睡量值的溫度 還有鑽涼或者受寒的話 千萬不要睡量值 量值是夏天睡覺的必備神器 但給BB使用的同事也會帶來很多麻煩 有些媽媽就抱怨 新買回來的量值或者隔年收藏的量值 被BB睡過之後身體接觸量值的地方 好像背部、腰部、四肢都會紅腫 刺氧、疼痛、會起一些小紅斑 會令BB不斷哭 這也是為什麼呢 分兩隻真的會得到兩隻皮炎 那到底什麼是兩隻皮炎呢 滿蟲是一種肉眼不容易看到的害蟲 靠食人體的死皮為生 而一旦人體的汗液和糧脂變潮心 滿蟲就會大量繁靜 研究發現滿蟲的壽命一半為三個月 繁殖速度極快 而且每隻滿在自己的生命周期當中 可以排泄出一千個以上 作為強烈過敏源的粉球 這些滿蟲會對我們的人體 造成怎樣的危害呢 滿蟲對人體的危害主要是 一個滿蟲可以引起皮膚的過敏 會引起我們身體的全身的過敏反應 包括一些過敏性皮炎、哮喘、過敏性皮炎 都跟這個存在有關係 沉滿過敏以青少年居當 統計秒明10%的13至14歲兒童 患有沉滿過敏性肺炎 沉滿是目前國內外學者 供應引起烤喘和過敏性肺炎的重要因素 大約80%過敏性烤喘 過敏性肺炎都是跟沉滿有關 滿蟲那麼可怕 我們平時睡的兩隻裡面 到底有沒有這個滿蟲呢 我們接下來就去不同的街坊 家裡搜集兩隻 然後將這個兩隻送去檢測中心 做一個滿蟲檢測 Go 這個時間我們已經來到瘦區 有沒有小區一戶人家裡面 馬上來敲門看看 他家裡有沒有這兩隻 小姐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 那你平時睡在哪裡 我平時和我老公睡這張大床 然後我兒子睡在隔壁這張小床 我叫你兒子在床上就有兩隻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兩隻一用 我們可以用這個檢測嗎 可以可以 不過你們檢測員 不可以將這個檢測 還是可以 好了我們已經收集到 第一張張小姐BB睡覺的兩隻 接著學歷 她們再去第二家街坊的家裡 接著我們來到天河區的某人家 我們去搜集兩隻 示威遲 走吧 好這個時間已經來到黃小姐的家的房間裡 那就馬上跟黃小姐聊聊天 黃小姐你好 那這間房間在哪裡睡的 這間房間是我的女兒的 我看到你女兒的床上有兩隻 即是平時都睡開的嗎 是因為現在最近天氣實在太熱了 我都幫她換上兩隻 你擔不擔心會因為兩隻 令到她的身體出現了問題 這個沒有喝那麼多 會有關係嗎 我們就會接來 借黃小姐這個兩隻 如果用來做這個檢測 看看這個兩隻 到底有沒有這個滿床 就知道對你女兒的身體 到底有沒有影響 那你先幫我 好 好 翠克調查員分別去到海珠區 和白雲區兩戶人家收集糧症 好這個時間 我馬上收滿了所有的兩隻 那我示範員馬上拿去做這個檢測 調查員隨機去到街坊家 收集到這四張的糧症 其中這兩張就是舊糧症 也就是隔年使用的 分別使用了三年和一年 另外兩張就是今年新買的糧症 分別使用了一個月和一個星期 中教授你好 等一下我們就要拿那個四張的糧症 來讓你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就看一下糧症裡面有沒有滿床 好吧 沒問題吧 好 那現在我們那個檢測應該怎麼做呢 你現在這樣就是分開一張一張來檢測 然後就是我們把這個錫子 就是用手拿起來再敲 再抖 然後把這個糧症 就抖在這個錫子上 我們再看看把它 檢測看有沒有抖出來 好 那我現在開始做 因為兩隻上面的滿蟲 我們沒有辦法用眼看到 中教授就說 用手抖一抖兩隻 或者硬密敲打兩隻 為的就是把藏在兩隻裡面的滿蟲 敲出來 我們看到桌面上面的白色盤 都是收滿了滿蟲 滿蟲敲打出來之後 教授就會用放大鏡 先把滿蟲找出來 然後再用毛筆飲上酒精 把滿蟲飲在玻璃片上面 最後再拿到顯微鏡後面觀察 好 剛才的檢測結果就已經出來了 我偷偷看了一下 真是嚇得我好緊要 好緊要 好大人驚 看到滿蟲的圖片 真的令我有點吃驚 到底這個結果是怎樣 以及這四張兩隻裡面的滿蟲 有多少呢 立刻問教授 想說嗎 我想問一下我們剛剛的四張兩隻裡面的滿蟲 有多少呢 剛剛呢 發現有兩張是有少量的 也不算太多的 但是發現是有 因為我們也不怕牆或解剖 就是敲的時候看到有掉幾個 瞬間裡面是有滿蟲 衝到前面有兩張 另外那兩張是敲不到 因為我們當時在那個 下面在倒的時候倒不到 也可能沒有也可能有 但是有兩張是倒到幾個掉下來的 嘩 我們今天收集回來的四張兩隻 竟然有兩張 發現有滿蟲 而這兩張被檢測到的滿蟲的兩隻 就是張小姐的家 已經生了三年的舊兩隻 另外一張就是黃小姐的家裡 剛剛新買 而且才用了一個月的兩隻 到底這些兩隻 為什麼會有滿蟲呢 就是偶爾本來就是一兩隻 一兩隻 一兩頭 後來就知道裡面 裡面的東西也不曬 然後你有很多 飛沉在上面 有很多皮蟹上 就會越長越多 越長越多 所以最後你就真的 實在靠水 對那裡 經過剛才專家的這個小小的採用 就已經發現到兩隻上面 就少少一部分 已經有這個滿蟲的出現了 那就是我們換言之 就是不誇張地說 我們每天都睡在這個床 在藏有這個滿蟲的兩隻上面 想起都很可怕 那照來我們馬上問專家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避免到這個滿蟲的傷害呢 對 平時要就是煩惱 其實我們是煩惱 只是 現在你用藥來知道 怕有對人用 所以一方法就是 就是採取一方法 就是要經常洗塵 經常開塵 通風透氣 讓你有時候要洗 喜歡曬太陽 就不會這樣 就是靠這個方法 因為 就要發出眼光 你太嚴重的話 就把整個 整個就算了 新買兩隻 以及每年首次洗用之前 必須進行高溫消毒 開水燙洗 在太陽之下曬乾 將滿蟲 以及它的蟲卵殺死 寶寶睡的兩隻 要經常用熱水清洗 涼曬 做到一天一擦洗 一週一涼曬 尿濕了之後 應該及時擦洗 曬乾 如果一旦發現 暫滿危害 可以將張露丸 用囊頭烤睡 將張露丸的睡沫 均圍地灑在兩隻面上 然後捲起兩隻 放在床上 掩蓋一個小時 以後 除去張露丸的睡沫 再以清水用末布 抹擦兩隻兩千 然後將兩隻 置於太陽下面吹曬 令到張露丸的氣味 盡快揮發 所以各位家長 不用擔心這個嬰兒 不可以睡兩隻 睡兩隻的時候 記得在嬰兒上面 鋪一層棉布 還有記得在小肚子 蓋上一張皮 以防凍傷 另外就是 避免這個嬰兒的皮膚 接觸到嬰兒 需要清潔好嬰兒的衛生 令到牠們睡得更加舒服 好了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有什麼最新的情況 都會關注我們的 微信公眾平台生活調查團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